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寻经问道 我是雨林 我在新加坡 今天是3月21号星期一 今天要来跟大家说一件很重大的新闻事件 就是关于Hunter Biden的电脑事件 而我认为这是拜登家族挥之不去的梦魇 其实也代表了美国的梦魇 上个星期 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就发出了一个头条 很大的头条 就是承认Hunter Biden的电脑事件是真实的 那这个头条发出来以后呢 另外一份报纸呢 就觉得哎呀 真是扬眉吐气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纽约邮报啊 大家不要搞错 一份是纽约时报 一份是纽约邮报 那纽约邮报呢 就是那个含冤的 所以现在就终于成冤得雪了 就觉得扬眉吐气了 而纽约时报呢 就是那个不诚实的报纸 好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是纽约邮报 New York Post 它是也是主流媒体 但是呢 是在主流媒体里面比较偏右的 或者说是温和左了 也就是说 它里面还会有一些可读性的新闻 比如像华尔街日报也是啊 如果你从左边来看过去 那么它是偏右的 如果你从右边看过去呢 你觉得它是中间偏左的 这样 那我的理解呢 我们一直说主流媒体是完全的败坏 完全的堕落 根本就是撒谎媒体啊 那但是呢 我的理解就是里面还会有一些 有良知的记者 或者是专栏作者 那即使在中国这么黑暗的 共产党统治底下 也曾经有过像南方周末 这样的媒体是吗 而且呢 即使到了现在 也会有一些有良知的公民记者 比如说被抓起来的 正在受苦的张展 还有陈秋实啊 这些人 那不管 总体来说 不管是怎么样 有什么样的贡献啊什么 但是他们确实都是有良知的 那更何况在美国 还会有一些有良知的记者 那也不奇怪是吗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这些媒体 他总还是想要建立一些信誉的 而你如果想要得到观众的一些 读者的一些信任 想要建立一定程度的信誉 你一定要靠真相的 你可以撒谎撒谎撒谎 但是如果你完全不给真相的话 别人真的完全不相信你的啊 所以还会有一些的媒体呢 他稍微愿意透露一些真相 还有呢 就是他们也要顾及到销量 有商业竞争的需要 所以媒体之间 靠撒谎啊什么的 有时候我也要报一些真相出来呢 就可以刺激销量 所以你如果真的认住某一些稍微温和的媒体呢 还能够看到真相 那所以纽约邮报啊 纽约post就是这样的一份报纸 就是尚有良知还能够有真相 但是在关键问题上面 他们一定是跟着大潮流走的 他们没有那么勇敢 他们不是fighter 就他不是为了要来跟邪恶争战而说真话 他就是为了一点点的良知和销量和信誉而说说真话 那在2020年 就是前年的10月 也就是美国大选前一个月 New York Post 就是这个上有良知的温和的报纸呢 他就登出了一个很大的新闻 就是揭露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 他的电脑事件 这是什么事呢 可能很多人知道我稍微再重温一下 就是在2019年4月的时候 亨特呢 他是脑子进水 啊不是他电脑进水 应该两个都进水 那他就把他的电脑拿去修 在一间 Dalaware的一个很小的一间电脑维修公司去修 老师说如果是以他这样的身份呢 他大可以叫熟悉的人来帮他修 所以整件事情我是觉得很难解释 我只能解释中间有上帝的手在参与啊 那所以他就把这个电脑呢 送到这个电脑公司去修 然后他就忙着吸毒 脑子坏掉 就忘了去拿也没有给钱 于是这个电脑修理店的老板呢 他等等等了三个月 而且他认得出这个电脑啊 非比寻常 于是他就通知了FBI 老实说当时啊 我们都还不知道FBI是什么角色 我们现在知道了 FBI眼中的恐怖分子 就是那些愤怒的家长啊 希望自己的儿女不要被灌输 不要被洗脑的家长 那些是FBI要抓的啊 还有1月6号和平示威的爱国者 是FBI的target 他们要抓的对象 当时不知道嘛啊 所以呢这个电脑板就通知了FBI 其实呢跟美国人一样 我们就是很多人对于美国的现状啊 是这几年 这两三年里面一步一步认清的啊 那个时候如果你问我 我觉得把这样的东西交给FBI 那是最好的选择了 那FBI当时呢就来没收了电脑 然后就什么东西都没有做啊 那这个老板呢还是很聪明的 他就存了底 他把所有的资料都存底 他看看没有什么行动呢 于是他就把所有的这些资料 电脑里面的资料 就给了川普的律师 以前的纽约市长 朱利亚尼 那朱利亚尼呢 就给了班农 因为可能他觉得班农 是跟川普啊 关系很密切啊 有很多的connection啊 班农呢就把这个资料 给了纽约Post 所以纽约Post 才能够拿到这样的资料 那顺便就说一说 这个班农这个人的两面性 因为他在给纽约Post的 我相信是之前 他也把这样的消息 就透露了给他的好朋友 郭文贵 那郭文贵呢 他曾经好像是一副 支持川普的样子啊 但是他是一个真正 关心美国 真正支持川普的人吗 其实我们后来可以看到 在拜登当选以后呢 郭文贵马上就变脸 哇说尽献媚的话 来对着这个拜登来献媚 而且他就开始变脸 变得很快恶毒的攻击川普 说川普是loser啊 你输了选举啊 你活该啊 这种很恶毒的话 这看得出他根本就不是一个 真心关心美国的人 那当他掌握了 这么重要的资料以后呢 他所做的也不是揭发真相 他呢是把这个消息透露出来 也来显示证明他自己是 多么的消息灵通啊 里面有人啊 他而且他所透露的这种消息呢 是偏油加醋混淆了真假 他把这个注重点 注重在什么地方呢 就疯狂的去传他的 里面的性爱照片啊 里面有很多甚至有视频 是亨特拜登的吸毒性爱 甚至是牵涉变态的那种 性虐待的极其荒唐淫乱的 个人生活 那么这些东西就疯传 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啊 而且呢就吹牛 你看我多厉害啊 这些东西都是我透露出来的 OK 但是老实说 这些东西呢 是很吸引人的眼球 但是他是亨特拜登的 个人生活 他亨特拜登 他不是政府雇员 他个人要怎么吸毒 要怎么性爱 这个都是他个人的事情 对于美国国家利益 是没有直接的影响的 所以他呢 只能够是一种八卦 那你说传八卦 也没有错啦 也可以 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 却在这种 真假混淆加油天出的 八卦传闻中呢 就最重要的事情被忽略掉了 那是什么呢 就是亨特拜登 他利用自己身为副总统的儿子 这样的一个身份 跟乌克兰政府 有着非常肮脏的权钱勾结 而这些勾结的过程和内容 全部都证据确凿的 在这个电脑里面 那是那对FBI来说 这是多么重要的证据 是不是 就可以看到当时拜登是副总统 奥巴马是总统 这个就是说 美国的副总统在利用自己的权力 利用自己的儿子 出卖国家利益 这样的事情呢 远比亨特拜登 他个人的吸毒性爱要严重很多 当然他如果是吸毒啊 还有一些如果有鸾铜啊 虐待的事情 他也应该要被逮捕 他也没有被逮捕 但是现在是关于出卖国家利益的事情 是不是叛国的行为 是不是更加应该被FBI调查才对 那我们看到没有任何的行动啊 那其中一个很确凿的证据 就是乌克兰那个Burisma能源公司的顾问 他就写email给亨特 他说亲爱的亨特 谢谢你邀请我到华盛顿特区来 让我有机会可以见到你的父亲 哇并且我们一起度过了美好的时光 这真是一种荣誉和我的快乐 哇那大家可以看到哦 拜登亨特他在做的是怎么样的事情 就是他在利用自己的身份来成为好像桥梁 是他的爸爸那个副总统和乌克兰的能源公司 就可以见面和勾结 那类似这样的卖国证据还有很多很多 还有他跟中国勾结的证据啊 那个亨特在email里面还说拜登是the big guy 就是他从中国赚来的很大一部分的钱 都是被拜登给吞掉的 这个里面牵涉到多少多少的利益 那你可以想象这样的证据 在大选之前不到一个月流了出来 是留给公众的那我来看呢 这个就是上帝对美国最后最后的警告 你们要看看你们要选怎么样的人上来 如果这个时候还要让拜登当选呢 美国人那是无可推诿的 真的是无可推诿了啊 所以我刚才说啊 为什么拜登会把电脑拿去修 而且拿在这样的一间小公司里面修 修了呢他又忘记去拿啊 忘记去拿呢 那个公司老板交给FBI 竟然还懂得存底啊 存了底还交给了 那个朱利亚尼最后呢 由New York Post这份报纸流了出来 那所以这个很多人都有机会知道的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上帝给了美国最后最后的警告 但是拜登竟然还是在不久以后的大选中当选 当然这是窃选 但是毕竟还是有人选他呀 还有啊 还要需要多少人帮他造假 帮他去收割选票 帮忙去丢掉川普的选票 帮忙去篡改很多的资料和地址 帮忙在计票的时候做手脚 这需要多少多少人的帮忙 这些人难道你们不是美国人吗 难道你们从来不看报纸 不看不看这些新闻的吗 啊 New York Post也算是一个主流媒体啊 也是非常有信誉的一份老牌的报纸啊 难道你们完全没有听说吗 所以为了赶走你们所仇恨的川普 你们宁愿要这一个卖国的盗贼呀 而拜登呢 他也不负众望 他上台第一天就叫停了输油管工程 也阻止了美国页岩油的开采 所以就导致美国的油价呢 就节节攀升啊 Tucker Cowson在上个星期刚刚就有一个节目 就在显示美国的物价是如何的飙升啊 食物啊 还有就是汽油的价值 价格简直就是飙升 那节目里面访问了一些司机啊 一些开Uber的 他就说我为了赚一点钱啊 打满一缸油要一百多美金 要去赚那么一点点钱 可能我家的汽油都不够我赚的钱 我在新加坡也已经感受到油价在升了啊 这个是肯定都会有影响的 那所以在这个这些事情发生之前 上帝已经警告美国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 拜登家族跟乌克兰这个国家之间的利益 和钱钱关系是多么的错综复杂 俄乌战争确实是人民的灾难 但是这个战争绝对是这些政客之间的 钱钱游戏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从疫情到疫苗 到这个俄乌战争 在这个华盛顿的政客 和所有的这些当权的政客们 不管是在哪里 在乌克兰的也好 在美国的 在欧洲的这些政客 他们是不惜牺牲成千上万的生命 来巩固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利益 也帮助他们可以继续去推进 全球化共产主义的议程 所以这些不是敌基督势力又是什么呢 看看他们是多么的邪恶 那回到前面我刚才说 New York Post 为什么又扬眉吐气呢 因为呢 在2020年10月 New York Post把这个重要的消息传出去的时候 哇 他以为 你看 这次我们发出了这个爆炸性的新闻 这应该是可以阴记一大功了吧 结果呢 纽约时报和所有其他的主流媒体 加上左派民主党所有的政客 再加上科技平台 那个社交平台 全部众口一词说 这是俄罗斯的大外宣 你们有证据吗 有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说这个是俄罗斯的假新闻 反而呢 这个电脑里面的证据是那么的多 那么的多 完全不看 也不允许别人看 然后众口一词就说 俄罗斯大外宣就不再管了 而New York Post还因为这件事情呢 他们的推特和Facebook的账号被封掉 这个是一个老牌的媒体啊 居然他们的账号也被封号 就是因为传了这一个的消息 所以你看俄罗斯多好用啊 哎呀 通俄门要泼川普的脏水 又拿俄罗斯来用一下 说这个亨特电脑事件 又拿俄罗斯来用一下 这次俄乌战争 俄乌战争是真的啊 俄罗斯真的是入侵了乌克兰 我们也一直在谴责俄罗斯的作为 他就是让真的让左派利用了他们来 真的是利用他们来做他们左派的大外宣 Anyway 可是呢 不管怎么样 到了上个星期 纽约时报就终于承认当初的这一个亨特拜登的电脑事件 是事实是真的 OK 当初我们造假了 我们撒谎了 是真的 那又怎么样 这个才是大问题 我们看那又怎么样 你们猜亨特会被抓吗 拜登会下台吗 谁会去追责啊 谁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谁会去追责 大家左右左派右派 保守派全部都在忙着 Stand with Ukraine Stand with Ukraine I stand with Ukraine 所以左派现在大大方方承认 对我们撒谎了 那当初一直都在说是俄罗斯大外宣的人 有没有人出来道歉 没有 他们呢 只需要不断的制造危机 不断的制造仇恨 来分散大家的注意力 来挑动大家的情绪 让大家觉得自己很正义 很忙着在Stand with Ukraine 那这么大的谎言 这么大的 拜登家族的卖国窃国行为 就没有人去追究了 那所以纽约post就就在那里说 你看你看我们是真的 我们是真的啊 还有一个人呢 比纽约post还要更冤 更加的这下扬眉吐气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就是川普 所以他在上个星期也发表声明 他说他就说纽约时报 你们呢 在大选过去了500天以后 才来承认亨特电脑们的事件 是真的啊 你们这不就是承认 你们是在帮助拜登操控选举吗 是的 问题是那又怎样 所以我真的很好奇 看看接下来会怎么样 但是我一点都不乐观 为什么 其实就跟这个中国病毒 从武汉传到美国 传到全世界一样 证据还不够吗 谁都看得到是中国隐瞒 隐瞒真实的状况 而导致病毒传播到全世界的 谁都知道中国是罪魁 还需要更多证据吗 但是有人去追究吗 大家现在都在制裁俄罗斯 有人去制裁中国吗 没有啊 那现在美国的情况也是一样 不久之前还有那个 Durham reports Durham报告 也证明了 确凿证明了 希拉里的窃听川普团队 还有叛国的行为 这也都是有证据的 亨特电脑也证明了 拜登卖国的行为 而且肯定也包括奥巴马 因为当时他是总统 拜登是副总统 还有大选舞弊 也有无数的人证物证 但是这么多的证据 谁来主持公益 谁 最高法院吗 我们都已经看到最高法院是 他零零星星的会做出一些 好像比较公正的裁决 可是在关键的问题上 他完全都是不闻不问 不管不管 完全不去调查 还有国会 国会里面的议员 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 绝大部分 忙着lobby 忙着中导私囊 忙着跟中国勾结 忙着利用自己的权 来赚更多的钱 还有就是忙着煽动战争 去发战争财 这个就是美国的现状 在美国这样的现状的情况底下 这个体制还在吗 体制完全还在啊 就是被人刀举的民主体制 三权分立 加上媒体第四权 全部都还在 问题是他们在这样的体制底下 做出来的事情是多么的恶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有一句成语啊 叫做纠战雀巢 就是说呢 美国的这个体制啊 它不过就是一个鸟巢 这个鸟巢呢 有一种鸟啊 我家的阳台就试过 有很可爱的小蜂鸟啊 来我家的阳台 做了一个很可爱的窝 结果呢 那个很可恶的八哥 又丑又笨重又大的八哥呢 就进去了他的巢 把他的蛋吃掉 然后自己在里面孵蛋 那所以这个巢还在 问题是里面已经 里面的鸟不一样了 所以美国的体制还在 这个体制曾经是由 有信仰有道德的人民 由他们选举出 有信仰有道德的官员 由这些官员 代表人民去行公义 好联名 那当然都不是完美的啊 再怎么样 有信仰有道德都还是罪人 所以呢 这样的体制 在这种情况底下是很好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信仰有道德 但是他们还是有罪 所以他们也需要受到监督 他们手上的权力 是需要受到监督和平衡的 那这样的体制是行之有效 但是问题是 现在是有很多 没道德 没信仰的人 比如说从东方某国移民来 只想要吃福利的 还在那里高举五星红旗的人 还有很多那种穆斯林啊 从什么落后国家来 这里也是只想来吃福利的人 由这些人来选举 把更加没道德 没信仰的人选上去 那这些人呢 选上去以后 就利用体制来做更大的恶 所以就是这个雀巢还在 体制还在 但是里面已经不再是好鸟 而是坏鸟啦 体制里面在运作的 已经不是有信仰有道德的人 而是没信仰没道德的人渣啦 所以呢 非常的抱歉 非常的对不起 就是说 我的节目里面真的从来没有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但是我其实是有一个最好最好的好消息 这个好消息就是耶稣爱你 耶稣救你 I'm serious 我是认真的 所以为什么我每天报坏消息 每次看美国的新闻 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好事情 那为什么我还能够这么喜乐呢 就是因为我的眼睛啊 不是盯着这个雀巢 也不是盯着里面的好鸟或者坏鸟 我的眼睛是盯着养活这个世界上 所有飞鸟的天父上帝 所以呢 我知道最终的胜利 一定是在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手中 所以这个现实真的是很丑陋很丑陋 大家曾经仰望景仰的这个很美好的民主制度 实在是已经堕落腐败了 这个现实就是这样 不管你高兴还是不高兴 这个就是丑陋的现实 但是在这么丑陋的现实的情况底下 我们选择不要逃避 不要去忽视 不要做鸵鸟 不要去不承认这个现实 我们因为心里面有着这个好消息 所以我们能够很平静 很冷静 理性 诚实的去面对丑陈的事实 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不管如何败坏 上帝始终是掌权的 所以如果你问我乐观还是不乐观 对于美国的政局 我老实说是不乐观 但是对于整个世界的形式 我还是乐观的 因为我知道上帝掌权 而且耶稣得胜 而且耶稣爱我们 耶稣愿意拯救所有 愿意依靠他的人 好这里是寻经问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